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希望大家也看一看订阅状况 《芒向编辑部》、《正向部》、《沙冷器》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还有就是直播节目的节目 希望大家也帮忙 真的帮忙传出去 因为标数真是非常之恶劣 香港艺民就说 反驳队起名已经与民为敌 用异分法 对自己的市民 这个政府真是自找敌人 他们是这样的 也要多谢Sam CWS你的支持 非常多谢你 回应一下郑棍分裂员 他就说 现在就是疯狂罚钱和征费减财赤 这个是没用的 接着呢 孙军分裂员他还说 压杀征费的安排 本来是4月1日开始做 环境及生态局 的局长又去说 谢展环 其实很惨的一件事就是 谢展环他说的东西 其实我认为他说的东西很多都是没错的 但是他说的东西可以让大家看到 整套东西根本没有想过怎么做 就是这个环境局 没有想清楚的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市民为什么反对 其实我之前说的 就是沟沟香港那些人反对付钱 其他市民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态度很简单 你最后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 这些态度是这样的 你现在搞到我这么烦 本来我已经很环保了 我生活已经很环保了 住的屋苑 这些是中产的人 或者中下层有部分都是 住的屋苑 他们已经有分类了 垃圾已经做了分类了 本来 丢垃圾 丢下垃圾槽 或者丢下垃圾的垃圾桶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就是用 买回来的包装袋去包 本来是很环保的 例如米袋、公仔面 例如小垃圾 就用公仔面 例如五连包的包装袋 包着拿去扔的 就不会浪费了那些包装袋 那些包装袋 譬如我认识一个人 他扔猫沙是怎么样的呢 吃完薯片就用来装猫屎 其实 那些人是会自己想办法 去尽量少用一些胶袋 或者尽量再用 他们平时生活 接触到的交代 我看得到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会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 大部分唐人都是会这样做的 尽量利用日常生活 能够接触到的塑料 拿去做其他东西 然后做完了 那个塑料才会去垃圾桶 尽量是这样做的 大部分人都是 现在那些人心里当然是不强 又要买多个胶袋 结果还多个胶袋 还有 屋苑有时候会派薄胶袋 不是全部屋苑都有派的 这个我一定要说 有些屋苑会派薄胶袋 有些屋苑也会派薄胶袋 那些薄胶袋 就这样包着垃圾就够用了 因为那些是一次性的 而且有些地方派薄胶袋 根本 已经很足够了 用来扔垃圾 好了 现在你又搞个指定袋 不要紧 其实有些人都没所谓 如果你只是想收钱 你以后政府收钱 只是想一条招式出来 那些人都算了 那些人都觉得 你反正都有财债 你收就收吧 没所谓 你以后不是 现在一些就说要拉要锁 一些就说这个又犯法 那个又犯法 接着又说这个要督灰 那个又要督灰 要有人拍照 有个整个APP被人督灰 这些人看到 当然是这条戏不相信 好了 昨天谢展环他说的一个重点出来 因为现在 刚才WingHoney也流言了 他说有很多艺务的袋 就是假的指定袋 那这件事 有假的指定袋很正常而已 我说过 为什么我说这些很正常 你在内地 你自己如果是做厂的人 你一定知道 你如果拼了一件东西 是可以卖的 第二天就有人做一件 和你那件东西 基本上差不多一样 它还要比你漂亮 有什么奇怪的 在国内是这样的 那个营商生态是这样的 好了 还有香港的法律 你管不管得到中国大陆 那些人制造假的指定袋 你管不了人 我听说过事实 你管不了人的 其实现实是没有可能管他的 好了 结果谢展环还说了什么呢 市民扣入艺务的指定袋 就不犯法了 你就是叫别人去买假的 你这么说 那你不如这个垃圾经费 收掉了 皮好过吧 对不起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 你整件事都是收皮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你现在说的那些 喂 其实我看到 有没有搞错 你说买这些不犯法 扣入艺务指定袋不犯法 为什么买艺务指定袋不犯法 你用艺钞也犯法 你现在在某程度上 喂 你没理由出 这是法律漏洞 那法律漏洞 你也没有那些 立法会议员不用负责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要收钱的 要做一个标签出来 举个例子要做一个标签出来 假标签当然是犯法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是不犯法 买假冒垃圾袋也不犯法 米斯就说我住的屋苑 每月都有垃圾胶袋 派30个 一般家庭垃圾一定足够 也多谢Ritter Ho 你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 也多谢仁次郎牧串 也很感谢你 香港艺民就说 用指定胶袋已经是败笔了 世界上有不能取代的产品 银子也有假的 就是了 还有 你现在搞垃圾征肺的就是想一些人 扔一些钱出来 以及改变人的生活习惯 但是你是硬来的 还有没有配套的 还有 其实有什么配套 就说六六 六六很多人都说不方便 就是说事实就是 就是六六这件事其实 帮到一些阿公阿婆的一部分 我不能够抹杀这个六六的好处 一定要说 六六也有一些好处的 但是 这些六六的外展服务 就是去放一些临时六六当 原来没有分草的 就是有些人跟我说 那些临时六六当是没有分的 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临时六六当是没有分 是要他们的六六点 固定六六点才有分草的 老实说 结果要方便的人是没有好处的 反正也没有好处 我乱参丢也行 就是有这样的人 当然有这样的人 不过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索性不要搞六六了 要方便的人 他就丢下四色桶了 你说四色桶又不行 有些人会在那里偷东西 拿去六六买 算了 那些给那些阿婆 有些小偽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没所谓的 这些阿婆也有些小偽 对不对 对不对 风风就说 那假的11元贴纸呢 我不知道 他又没有说 道尔就说 越讲越乱 整件事不要做好 虎落平洋就是买丝烟也犯法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以 你买这个 艺务指定袋就不犯法 你真的告诉别人 你可以买假袋 也不会犯法 你想一下是不是 就是这个 谢展环他说话 可能他没有说错 因为法律上可能真的不会犯法的 买假的指定袋真的不会犯法 法律上是 但是 喂 实情就是 你当然不想市民买假的指定袋 对不对 对不对 证军分类员就说 配套就是收钱和罰钱 但是你说的 你收钱和罰钱 很多人都算了 譬如 我一个月给你抄一张牌 很多开车的人觉得没所谓 算了 一个星期抄一张 不是一个月抄一张 但不是的 你一个星期抄一张 就已经是四倍了 那些人已经觉得很不够 现在还要有时候 有些人是一个星期抄两张 现在我听过一些朋友说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人是做运输 做运输要送货 要送货 又没有规划好那些上落货区 香港其实是这样的 那些上落货区来的店铺 要送货的店铺 有些是要走15分钟的 有些是 推运那些货 走15分钟 你来回都半个钟 那那个社货区又不能拍这么久 其实是更硬的 哈哈 哈哈哈哈 KKLOU就说垃圾可以分类 但是人有很多种 当然我也经常说 环保是需要的 但是这些环保意识 你要慢慢潜移默化一些人去做的 你不能逼人的 我也说过这个实情 还有每一次 你这些什么四色桶 然后直接去堆填区的新闻传出来 那些人就在那里质问自己 你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用 也没有用的 也没有实际作用 其实那些人是会这样想的 那 那新三厅就是每月 多开一日工 就给11元的交代费 其实这件事 垃圾经费这件事 那些讨论是失去了 其实本来应该 区议会 和关外队的人 应该建议 要如何提供足够的配套 就是提供足够的配套 使这件事可以走得走 不是的 现在你看到他们问的问题 你就知道了 又说要多些辩民措施 要派一些交代 要派久一点 接着又说 又要安装闭路电视 那些 不是吧 你们那些区议员 究竟你想什么 你最初做的时候 你肯定是鼓励一些人 将一些可以再造的垃圾 丢下去的可以再造 就是收再造垃圾的地方 即是绿绿或者是四色桶 你当然要做这件事 还有 你看到有个情况就是 那些厨余桶 你说那些三毛大厦没有地方放在厨余桶 有没有办法在一些公共的地方 画一个地方来摆四色桶和厨余桶 你有没有办法 找这些地方来做 其实 区议员 因为很认真地说 这是你们的责任 譬如 那些三毛大厦附近 可能有一个公园 那样 如果有一个公园的人 可不可以在公园 这是政府地方来的 你可不可以画一块 去做这些回收 就是被人丢 这些厨余的设施在那裡 你可不可以做这些 其实区议员 应该做的就是做这些 接着 譬如 那些厨余桶可以收什么 那你就将整件事简化 其实有些东西可以简化得很厉害 很多地方现在是什么厨余都收的 榴莲壳那些 你也可以扔下去 西瓜皮那些 全部都可以扔下去 因为那间厨余厂 其实你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会过的一件事 就是 会看看这些东西是否自然的 即是否 就是 只是碳氢化合物在里面 主要是碳氢化合物 以及加些淡 这些是 很正常的 其实骨头那些 你说这个又不能扔掉 那样又不能扔掉 这些肯定是有人吵的 你整件事简化 就容易很多 譬如 你说扔掉那些四色桶 其实也不用四色的 可以回收的物料 全部放在一个里面 接着去到厂厂那裡 才找人分类 那整件事就是简单 对于一般人来说 是否方便了 方便了很多 那些人方便了 就会做 如果你搞到这件事 覆盖盖的 那当然是没有人肯做 你现在 这个垃圾征肺 其实 那些人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 你搞到我很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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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己买包 人家又可以派的 那些什么三毛大厦 公屋那些又有包包派的 那些私楼就没有 其实某程度上 你做的事已经告诉别人 我们根本也是在 按比例去计算 如果要收的钱去计算 按人工比例去计算 又是剁那些中下层的人 又是剁那些N毛人士 那些人当然是生气的 其实 我也讲过现实给大家听 那 匹匹匹就说 议员责任是叫政府做 不是的 他是要帮忙解决问题的 现在根据新的完善地区治理 所以他们现在的区议员 其实出来他们说的东西 我已经觉得 你老母 现在你们是不是瘋了 你们这些人 对不起 我不想这样骂那些区议员 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本来你现在收了几万元 你就要多做很多事情 就不只是坐在那里 你叫政府做就行了 现在不是这样的 这个完善地区治理之后 其实 为什么那些议员会有KPI 原来KPI也是乱设定的 大家看来 根本是实际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做 我看到这些就很生气 而且 邰子环说 他只能呼吁市民帮助指定商户 全力打击 无牌课 你这样说 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你不如整件事不要做 因为你这样做 一定会出事 我说过事实 就是说 买假袋也不犯法 这个真的 这个真是奇怪 职密分类完 他们说 现在市民应该看到 自己投出来的议员 原来全部都是举手机器 和一班潜水高手 你想想有些议员 现在就在局的地区主任 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那些地区主任 现在有些和我伸 说 这些事情 本来应该是区议员自己做的 推了我出去做 哈哈哈 这些地区主任就最惨了 喂 收了一万多元的工资 地区主任 一万多元的工资 做到一支劇 你见过那些区议员也是在以待毙 你老闆 现在看到的形势就是 根本也是上层下层 全部肥上收下 你这样搞的真的不行了 老实实 如果你这样搞的 你也是收皮靶 到现在你都不是去说 如何做配套 叫人多做一些 再做减少垃圾量 本来一开始就说 应该是说 大家多做一些环保 要不然地球先生 就受不了了 香港的堆田区也受不了了 你竟然做完之后 结果 每个人都在这儿骂 香港的朋友都在这儿骂 你这些官员 全调部去堆田区靶 你做的事情已经是 切头切尾的失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郑郡分量员就说 屈蛇还搞笑 他说把一些乱掉垃圾市民的照片 在大堂上 你到底这些 这些疯了 哪个去把照片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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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CCTV 要人工智能 直到那些乱掉垃圾的人 就要投射上一个屏幕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到底 如果可以用这么多钱 去买一个这样的CCTV系统 你用来买CCTV系统的钱 就够整幢大厦的人 扔一世垃圾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屈蛇这些人 真是疯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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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敢说我敢笑 有些人敢说 有些人敢说 笑什么笑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这些人仍然酥笑 儘管这是虎笑 哈哈哈哈哈哈 来到尾 其实 这样 个个都淘寶 淘假袋 神经 哈哈哈哈 全力打击 怎么全力打击 海关 海关大姐 续合淘寶拍 哈哈哈哈 看看里面有没有假指定袋 哈哈哈哈 有 就没收 但是不会拘捕那个买指定袋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想起来我也觉得很可笑 整件事 不过 遲些会不会有人出来说 你乱扔垃圾 是危害国家安全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一定有 哈哈哈哈 这句对白呢 我告诉大家 这句对白呢 在无线的电视剧 有人说过的了 这句对白 你不如说 弄掉垃圾 会危害国家安全 这是神剧来的 这套 是2017年的剧集 已经预言了有人会这样说 那剧集 如果大家知道是什么剧集 你可以告诉我 我就知道是什么剧集 不过现在这个问答游戏 让大家猜猜这个TVB 哈哈哈 神剧 哈哈哈 说这句对白的人 就叫李承窗 哈哈哈 演员叫李承窗 哈哈哈 你不如说 乱扔垃圾 会危害国家安全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不好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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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不笑狗都废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休息一下就回来说说其他话题 哈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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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